我们刚刚所看到的是那个年代的几位先生们 那么曾经呢我们也曾经为大家报道过 其实北京现在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建筑 那就是圆明园 圆明园呢经过清朝总共六代皇帝 他最鼎盛的时刻总共有2500座大小的皇家花园 号称当然叫万园之园 后来大家都知道火烧了圆明园 1980年代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在北京主张重修圆明园 也就是擦掉那一段耻辱的中国历史的一页吧 但是他的提议造成了一个灾难 这个灾难呢因为以孙中山遗孀的地位 他的提议没有人敢否决 于是呢就开始做了 一做了以后呢就把原来还没有完全倒塌的石柱 全部都给推倒了 结果许多人就说这是错的 因为圆明园该不该重建 需要更深刻的辩论 之后当宋庆龄过世之后 中国北京大陆开始进行了全面 圆明园该不该修复的一些辩论 在北京奥运要重建整个北京城的时候 这个辩论达到了最高峰 后来中国大陆的北京当局决定留下了圆明园的废纸 他们的理由只有一个 他们希望所有中国人把它当场活生生的历史课程 你可以看到北京鸟巢 你可以看到紫禁城 但是在北京只要随便走一趟 你就可以看到圆明园 那不是教科师书史上的中国耻入了一页 它就在你的眼前 所以它几乎是在北京或者是北方很多学校 中小学上课 校外教学最重要的一堂课 告诉你中国曾经如何的破败 而今天大陆的崛起又是一个多么难得的事情 但是呢还是很多人想知道云明园的长相如何 于是有的人说那我们换一个地方盖圆明园吧 最近有一个最新的提议 就是用3D的方法重修圆明园 什么叫3D呢 就是我在这个地方用投影机 虽然它是废墟 可是我投影出来 让你知道说它原来是多么好看 于是我也留下了废墟 又在某种虚拟的程度里头 让许多人了解它原来的反话 圆明园重修了吗 凭借着数位科技打造当年圣经 152年前 英法联军的一把大火 把2000年来的中华瑰宝破坏殆尽 圆明园 曾是中国文明自信象征的传承 却有如一朵璀璨的烟花 留下它动人的传奇 绚丽不复诫 大家都知道圆明园 但它到底是怎个模样 圆明园 总面积350万平方公尺 14个中正纪念堂那么大 康熙46年 西元1707年建造 雍正乾隆进行扩建 形成了圆明园四十景 嘉庆 道光 咸丰 虽然国力日渐衰败 仍未停止修筑 六代皇帝盖了150年 2500座大大小小的皇家花园 号称万元之园 历史在哪里 在陈旧的职业里吗 世人透过远古留下的一景一物 去寻找某个时代 某段辉煌 中国建政初期的圆明园 成了农田 渔塘 皇帝办公的正大光明殿 是北京的垃圾厂 于是1980年 国父孙中山的遗孀 宋庆林带头唱祭 重修圆明园 当年的修复 他的代价就是 把现在留着的 断层的石柱一点推倒 把这个毁灭了 变成一座崭新的 既不是今天 也不是昨天 那更无所谓明天的 这么一个楼 2007年 文倩的世界周报 曾专访大陆知名作家 于秋雨 他反对重建 中国要重建一种 失落已久的美 叫废墟之美 废墟是 昨天的一些遗留 这个遗留呢 遗留的扑破残残 但是 如果永远在塑造 光辉灿燃烂的昨天的话 这实际上是作假 反对重修 留给历史一个真实的交代 要追忆300年前的繁华 只能靠科技还原现场 上下天光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建筑机制 从我们的导览系统里面 就可以看到 乾隆早期 时候的 上下天光这个建筑的全貌 那么 从到乾隆中期的时候呢 建筑发生了变化 这边曲桥两边的亭子呢 都成了一个对称的格局 那到光年间呢 两边的亭子不见了 主要的建筑物呢 格局也进行了改变 变成了一个三间的那个楼阁 圆明园移动导览系统 图像耀燃指尖 这是清华大学历时数年 所研究出来的成果 中国古代的殿堂楼阁 园林景观都有他们特定的规格 和建造手法 现在用数位科技重新打造 圆明园 这个砖应该使用什么多宽的灰缝 同时它应该拼出什么样的纹路 那么墙的上半截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颜色 什么样的纹理 采用多大的砖 包括正电是应该 什么样的做法 配件是应该什么样的做法 我们都是完完全全的呈现出来的 从电脑荧幕探索 皇家园林绝代风华看来有趣 但对比距离市中心 半小时左右车程的移植景象 更叫人唏嘘 谁毁了圆明园 是大陆中小学必读的教材 可以留下破碎 是要后人别忘了衰败的苦难 好 好 好